31号这一天是许多国小的开学日 吉安乡公所在今年是首次结合吉安乡农会和圣安公 精心严选了入学礼 配合各校迎新活动送给了小姨新生 象征为学童们开启快乐的学习旅程 创造启蒙的回忆 31号上午吉安乡长邮淑贞与农会总干事张德琪 一同来到一餐国小参加小姨新生的入学典礼 并在校长李国民的引领下依序穿越聪明门 与学童进行互动游戏并为小朋友带来健康成长的开学礼 希望说小学生在阴阳午餐可以多吃加米 所以我们也做了阴阳午餐的餐具 是用我们台湾制作SUS的304的不锈钢材质 全部都符合我们政府认证的一个材质 所做的便当盒跟汤碗筷子跟汤匙 那我想这个部分就希望说小学生可以吃得安心 那所以我们在106年开始 每学期的新生儿童 只要是国小一年级到学校注册 在注册前我们就很贴心的送到学校 让这个便当盒可以送到学生家长的手中 在我们的环块里面 谢谢农会为我们开启环保补锈钢碗 谢谢我们的圣安工为我们提供酒精 吉安相公所也准备了补锈钢的我们的保温瓶 跟我们最重要在势力维护上面的台灯 希望我们能够建构孩子们成长 学习最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防护网 吉安相内的八所小学在今年约有550位新生入学 吉安相公所也首次结合农会及生安工 精心严选入学礼为小朋友们送上满满祝福 一场国小校长李国民也感谢乡长长 长期来协助学校的各项事务 成为学校的坚强后盾 他也期望乡公所和学校能持续合作 来提升教育资源与校园环境 拉高孩子们的学习成效 让大家感受到吉安相友善且优质的教育成果 记者陆宇慧 徐立青 吉安相报导